喵 藍潭又名藍潭 鄰近嘉義大學及仁義潭 相傳為300多年前荷蘭人所開招而成 故又稱為紅毛壁 到了日本時期時 日本人又將藍潭作為自來水廠的儲水池 一直到現在的藍潭 仍舊是嘉義自來水廠的儲水庫 提供嘉義式的飲水灌溉 但不說你們可能不知道 藍潭在嘉義地區 是一個富有神秘色彩的地方 因為這邊的死亡率高居全果水庫第一 也因此產生了一句有名的當地俗宴 藍潭沒加蓋的說法 這些句話也讓藍潭添上了更多鬼局陰森的色彩 更有不少的網友分享遇到的靈異現象 相關的靈異傳言始終沒有間斷過 到底這其中的真相如何呢? 那麼接下來就好像不可 一起進入靈異故事的旅程喔 那時候因為天氣熱 所以我每天晚上幾乎都去藍潭附近騎車兜風 或是準備一些狗食來餵野狗 但因為怕會被民眾檢舉餵狗 進而導致狗狗會被抓走 所以我通常都是半夜一兩點才去的 就在當天晚上大概半夜一點多吧 一路上有路燈 但是每一掌路燈的距離有點遠 我一邊騎車兜風 一邊跟我男友的LINE私訊通話聊天 正經過好漢坡步道附近 這次我發現前方的路突然看不太清楚 我仔細看之後 啊!原來是一盞路燈熄掉了 難怪要變那麼暗 但就在這個moment 耳機裡面我男朋友還在說話 但我聽到另外一個女生的聲音 悠悠的說 你們在說什麼啊 當下我還沒反應過來 只是叫我男友安靜一點 然後問他有聽到嗎 我男友以為我收訊不好 還跟我說 有啊!我有聽到你說的啊! 你說的很清楚啊! 正常來說 一般我們車上就算關掉收音機 也會被地下電台干擾 所以出現奇怪的聲音 應該算是一種正常現象吧 但問題是LINE私訊或是通話的時候 會被電台干擾嗎 這個到現在我都無法想出一個合理的解釋 那個奇怪的聲音 到底是誰發出來的呢? 我是一個嘉義士人 從國中的時候我就很喜歡夜遊藍談 一直到那個晚上 發生的那件事為止 國中的時候 我就讀嘉義士的最高學府 也就是藍談國中 那年我正值第一次機策結束 正準備面對痛苦的第二次機策 每天一早我就到補習班報到 然後一直補到晚上 因此晚上離開補習班時 我心情都會感到特別苦悶 老實說看到好好的人都在玩 自己得只能苦命的讀書 真的是對於心裡的一種煎熬 於是乎 我就開始喜歡上夜遊這個活動 但畢竟我還未滿18歲 我所謂的夜遊 大概就只有下課之後 要去環塘公路走一圈再回家那樣子 我就這樣持續一段時間 其實都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後來在7月中左右 那時其實已經準備要應考了 但我本來就不是很在意成績的人 因此我依然顧我的夜遊藍潭 但沒想到就這麼出事了 就加一室的人其實都知道 其實早年的藍潭 每一年都有人去跳 也就是顧名思義的抓交替 打從我有記憶以來 每年都看得到新聞有人跑去跳 但擺了一堆標語做了不少宣傳 會跳的人還是跑去跳了 也因此沒到暑假的時候 就常常會有一些打撈警消 觸摸在環塘公路上面 而最常打撈的地點呢 就在好漢坡的下面一點 靠近水源的地帶 也就是靠近畫面中的這個位置 早年這裡常常會有一些 被裝成一袋一袋的東西 放在橋旁邊 每次晚上經過的時候 我總是會不自覺的多看幾眼 還記得那天我騎著腳踏車 沿著公路下坡到了好漢坡前的低蛙處 遠遠的我就看到了牆邊 停了一輛應有消防隊 字樣的麵包車 還有一輛小卡 提出我不以為意 但卻要經過的時候 我注意到我在小卡車的後面 沉列著一排共三代的深色袋子 就這樣子並排著躺在那邊 我停下了車 好奇的觀望了一下 想看看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緩緩的彎下身子 小心翼翼的拉開袋子的長拉鍊 但是在我拉開的那個瞬間 我就後悔了 讓下一股難以形容的臭味跑了出來 就很像臭酸牛奶 以及腐敗激彈的恐怖氣味 直接衝向我腦門 接著 我看見一雙腫脹不堪 帶著綠色以及白色的腳掌 我頓時一股酸色的反胃感 從腳底一路爬到了脖子 我立刻轉過身 跳槍的腳踏車急駛而去 直到我靠近同仁護校附近時 我再也忍不住我的牆壁大吐特兔 回到家之後 我也沒有向誰提起這件事情 每幾天都將這件事抛出腦後了 沒想到就在一個星期之後 我發現我身上長了奇怪的紅疹 一開始我還不以為意 但沒想到兩天之後症狀卻更嚴重 我身上的紅疹 從我的左肩膀一路蔓延到我左胸前 然後從一開始的麻羊感 慢慢的變成刺骨般的疼痛感 痛到我根本就睡不著 就算好不容易睡著了 也會在半夜突然痛醒 而我就只能看著自己顫抖發疼的左胸 束手無策 或許連我老媽都感到不太對勁 連夜帶我到醫院去掛急診 急診醫次看完之後 就開了一些止痛消炎等外副藥給我用 並建議我轉診皮膚科去看 直到天亮之後去給皮膚科醫生看完 醫生才跟我說這是帶狀性泡疹 我問說 帶狀泡疹不很嚴重嗎? 醫生說 其實不會啦 但你這個狀況比較奇怪 這種病外面俗稱皮蛇 一般這種症狀啊 都是年過四五十歲的腫老年人才會得到 對了 你有得過水痘嗎? 我媽媽馬上幫我回答說我沒有得過 接著我媽便開始跟醫生說 是不是我最近考試壓力太大啊 還是精神緊張之類的 總之就問了醫生一堆問題 之後我們回到家之後 老媽開始問我說 是不是有去什麼奇怪的地方啊? 或是說站到什麼沒看過的東西啊? 然後被傳染導致這樣的啊? 我很認真的猶豫了一下 便決定說 我什麼都不說 只聽瞄淡寫的說了一句 沒有啊 就 就補習啊 之後就這樣過了一個月 雖然這個過程中我都有按時吃藥跟附藥水 但是整體的狀況只有惡化沒有改善 從第三週之後 我的肩膀從左胸前已經開始發黑 水泡則逐漸反白 同時這段期間 我還會做起一些噁心的惡夢 夢中的我發現自己在臭水溝裡挖泥巴吃 然後被蟲子包圍 然後卡在棺材裡被老鼠攻擊 最噁心的是 我在夢中還聞到那天聞到的臭味 之後情況開始變本加厲 就連白天我都會整個人失神 偶爾會痛到清醒 但醒來的瞬間 就會發現全身喪巴這惡臭 最可怕的是 那個臭味還只有我聞得到 最後我實在受夠了 便拉著我老媽懺悔的說 我那天其實有去翻弄奇怪袋子的事情 老媽聽完了之後一臉鐵鏡的瞪著我 當下其實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老媽是個超級不迷信的人 甚至是那種會為了拜拜的事情 跟婆婆吵架的媳婦 我跟我媽對看了半天之後 她黃黃的拿起電話打給姑姑 接著跟姑姑說起我的事情 請姑姑介紹可以處理的地方 之後姑姑被帶著我跟我媽 沿著往竹崎方向的某個城隍廟過去 姑姑她說 這裡有個收金的阿滿儀 很厲害喔 我等一下請她幫你收完看 看看是什麼情況啊 當我一搭進收金的小食堂之後 我就開始渾身不舒服的起來 紅疹的地方開始一跳一跳的越來越痛 這是因為裡面還有人在排隊 所以我就先跟姑姑去隔壁拿金子跟香煮 約莫過了半小時之後 終於輪到我了 在我走過去之前 姑姑小聲的對我說 你等一下先別說話 等阿滿儀問你之後 你再回答喔 一定要說清楚喔 在我坐定之後 阿滿儀先是看了我一眼 並直接轉身去點香 阿滿儀點黃香之後開口問說 弟弟你等我一下 我看你是惹到會勾的了 我先拜拜請主事處理一下 說完之後 就把我晾在位置上不理我了 這是我心裡覺得不知所以然 勾?什麼會勾啊? 那天那幾個難道是抓交替的嗎? 最後我忍不住了 直接把那天發生的事情 一無一死的跟阿滿儀說 突然間 阿滿儀轉過身就拿起手上的香煮 就往我身上敲 同時還說著邁向 受著等話語 他開始一下又一下敲著我的四肢 一邊唸唸有詞的 好像在問話式的 原先我還有各種心中的OS閃過 但逐漸的 我發現我又開始恍神 不知道過了多久之後 我突然被拍了一下頭 我抬起頭之後 看見阿滿儀手上的香已經燒完了 阿滿儀看著我說 你要冒放在人家了啊 那個他說你鬧他 所以他要給你一些教訓 弟弟要乖喔 不要去亂動些什麼東西知道嗎? 是以你這個症狀嗎? 我看多了啦 就快好了 我等等介紹一個中醫師給你們 你們去拿一個藥膏塗一塗就好了 事情到我這邊就告一段落了 最後我終於在開學前康復了 在康復之前 我曾經在浴室裡面看著我的幻部 他那個蔓延的痕跡 看起來就很像是我被什麼東西 沿著我的脖子到肩膀 一直到左胸前勾起來那樣子 看到我這個詭異的畫面 這時候我才開始覺得害怕起來 回想這段恐怖的經歷 好險我這個小屁孩的行為 沒有帶給我什麼恐怖的後果 至於那些奇怪的袋子 為什麼那個時間點會放在那邊呢? 至今我仍然百事不得其解 藍堂水庫旁的加大是我的母校 關於藍堂的傳說從小都聽了很多 還記得某天的夏天假日早上五點半時 我被爸媽拉出去走路運動 我們來回的路徑大概就是圖面這樣子 A點是停車的地方 到達終點的B點之後 再折回A點 這條路線在環潭公路上面 早上都可以看到很多騎單車的人在這邊運動 即使這邊有很多會生會癮的傳說 但是早上空氣很好 又很涼爽 運動的人還是非常多 當天我從A點出發沒多久 較為走到三分之一路程時 我們看到了一個大概二三十歲的男生 正在堤岸邊釣魚 基於好奇心作祟 我和爸媽就走到堤岸邊 想看一下他有沒有釣到魚 這時一面走來一個大約70多歲的阿婆 在經過釣魚男生的旁邊時 對這名男生用的台語說著 這邊有多少水鬼會起來 你要注意喔 男子不以為一的回應了一下 當我聽到的時候 還覺得這個阿婆怎麼怪怪的 但我也沒有放在心上 就繼續往前走 後續我們走到的終點再次折返回來 然後走到剛才那個釣魚男生地點後 大概也花了五十多分鐘左右 這時我們發現剛剛那名釣魚的男生已經不見了 而此時的堤岸邊 多了一部黑色的機車和兩位警察 我們剛開始以為是警察把釣魚男生趕走 因為水庫旁邊是鏡子釣魚的 但我這時觀察到堤岸邊的地上 有一些水漬 接著我再往左邊邊電箱旁的綠色草皮一看 這時的草皮上面 放了一個白布蓋出的東西 當時我怎麼看都像是 一個人 我當下的直覺 就覺得那塊白布裡面躺的人 應該就是那台黑色機車的主人 因為當時還有其中一位警察調查那部機車 我們從經過到澤坊回來時 就多了一個人躺在那邊 這個巧合實在是讓我們覺得很貓 然後我又突然想起剛剛那位阿婆 說的那句奇怪的話 這一切的巧合都讓我覺得好詭異喔 雖然這邊的一些跳水傳聞我常常有聽到 但是親眼看到難免還是讓人覺得很可怕 從這件事情之後 雖然我偶爾還是會去那邊運動 但是我再也不敢再走這條路線了 當時正直涼爽的11月天 那天晚上因為心情有點悶的關係 我就跑出去四處晃晃 最後就到我常常釣魚上心的地方 也就是藍潭水墓 至於為什麼叫藍潭水墓呢 如果是在地人應該都知道 藍潭國小往前走有個高爾夫球場 右邊是藍潭校區 右邊是往藍潭校區 左邊直走則是在公墓的地方 還蠻多人會在公墓圍牆那邊看風景或釣魚 因為水墓的隔壁就是公墓 還一直從邊上的竹林延伸到水庫裡面 每當滿水位時釣會就會去那邊 陪著已四仙人們一起釣魚 也因此我們都會簡稱這邊為藍潭水墓 那天晚上我到處晃啊晃的 不知不覺就騎車到了水墓這邊 就在我到了之後 我坐在圍牆上有路燈的位置 看著對面校門那邊熱鬧的氣氛 心裡卻莫名的越來越煩躁 於是我索性戴上耳機在牆上躺著 一邊聽著音樂一邊打瞌睡 過了一會之後 那時候我明明戴著耳機聽著音樂 被模糊的聽到一些吵雜的聲音 我揉揉揉眼睛 然後把頭微微的抬起來 向前看了一下 在微微的月光照射下 我似乎有看到一名白影的女生 正背對著我站在前面的圍牆上面 然後用著雙手向上展開 呈現一個歪字形的姿勢 起見我並不太在意 畢竟偶爾噎掉的時候 多少都會看到有人帶著女朋友過來約會啊 所以這時看到一個女生 也不是怎麼值得大雞小怪的事情 我看了那女生一眼 這女生雖然背對著我 但是說真的 她的身材真是不錯耶 非常的苗條 而且在路燈的照射之下 還能隱約的看到她曼妙的身材 當下我想說這個女生 可能是跟男朋友出來拍照吧 我怕自己在那邊會讓她們感到不自在 於是我便所幸的默默起身 往沒有燈光的樹林裡面走去 我隨手把圍牆上的落葉拍掉 好奇的轉頭再看一眼那個女生 那女生仍然是保持著一樣姿勢 背對著我站在那邊 說真的 我覺得那個女生的身材 可以避免很多網紅了 隨著我收回視線 藍藍的躺了下來 當我剛躺下的那一瞬間 我的寒冒瞬間豎起 在那個瞬間我想到很多詭異的點 即便是現在天氣很涼爽 但是我整個人還是冷汗直流起來 我仔細想著說 那女生是站在路邊的範圍外面 但是她的身影卻是異常的清楚 還有 從剛剛我移動過來到現在 我完全沒有看到有男生在那女生附近啊 你們試想一下 在深夜時分 有哪個女生會膽子那麼大 敢獨自一個人跑到這邊玩呢 還有更奇怪的一點 就是 那個女生的手舉起來那麼久 連動都沒有動一下 一直呈現著這個詭異的歪字形姿勢 她的手不會痠嗎 今天幾個疑問在我腦中響起 頓時我整個人馬上清醒了過來 我馬上跳起來回頭一看 但是這個當下 那個女生消失了 怎麼會呢 在這短短不到十幾秒時間裡面 她就完全消失無影無蹤了 就連個影子都沒有看到 我立馬衝到路燈下四處張望 這裡的視野空曠 地面都是坑坑弄動 就算是職業級的田徑選手 也不可能瞬間跑得無影無蹤啊 我心裡想說 嗯 我想我剛剛遇到的 應該不是人 或許是隨便的好兄弟吧 我隨後便冷靜下來 走回原本躺著的地方 然後默默打卡 跟怕鬼的朋友分享了一下 這次時間差不多就回家了 不過這個小插曲 讓我心中的鬱悶一掃而空 精神隨時提升了不少 我想說 如果被這麼正的女生卡到 也算是不錯的事情吧 由於接戀不斷意外事件的產生 也讓藍潭這裡 流傳著一種民間傳說 也就是鯉魚精抓交替 傳說藍潭這邊出了一條鯉魚精 只要有人掉起大雨 溺水意外就是接踵而來 而且還相傳說 有精神念頭的人來到藍潭 縱使被人救了起來 還是會再次的回到這邊來跳 相關的恐怖傳說 紛紛的讓附近的民眾趕快忙碌悚悚然 於是便在藍潭附近蓋了一座將軍池 希望能藉由神靈的力量 讓藍潭能夠平靜下來 而嘉義除了藍潭這個靈異景點外 最出名的應該就是嘉義的民凶鬼屋了吧 而這個故事也是不可我頻道的第一個節目喔 有興趣懷舊的各位 也歡迎再回去聽看看喔 那麼今天的故事就到這邊喔 謝謝你們聽我說故事 我是不可 一個愛講鬼故事的大叔 我們下週見喔 掰掰囉 我們下週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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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週見